50岁知名音乐人小胖老师袁维仁,去年10月在上海因脑溢血昏迷,一度生命垂围,当时前妻六元齐得知后,第一时间就带着儿女赶往上海探视,现今转回台湾治疗后,女友菲林则不离不弃 不过,六元齐近日被传出已有新欢,对方更已经向他求婚,似乎开始自己的新人生 据《镜周刊》报道,六元齐身边有明星欢毛毛男,两人互动不但亲密,对方还熟门熟怒地开着他的车子,担任驾驶载他 而吃饭期间对方也会贴心帮忙加菜,他则会像个小女孩一样依偎在对方的肩膀上,两人互动像极情侣 而报道也指出,六元齐和毛毛男在一处停车场时,对方还搂了他一下,两人更大啦啦牵起手来,感情看起来相当融洽 更贴心的是,对方还经常接送他的一对儿女,他的儿女也非常他的存在,甚至他的亲友还爆料,对方已向他求婚,目前就等他点头答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